俗话说上贼团容易下贼团难 为了自己深爱的女人 缅甸大毒小想金盆洗手改些位置 但哪有那么容易 不仅她的兄弟们不答应 而且她还必须要为她过去做过的事买单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高分影片《边境风云》 影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叫《狗物》 小莫是一名缉毒警察 阿坤是一名杀手兼毒贩 在一次缉毒行动中 阿坤虚晃了一招 从小莫的眼皮子底下逃之遥遥 阿坤租住的房屋隔壁 住着一个叛逆的女学生 她是基督警察小莫的妹妹 女学生养了条黑色的拉布拉多 这条狗是个射精 不仅好奇心强而且爱粗壤 跟她的女主人一个毛病 为了便于运作 阿坤把毒品藏在了罗马根的柱头里 大黑狗的嗅觉非常灵敏 在经过阿坤的门口时 她似乎闻到了毒品的气味 开始不停地狂飞 阿坤通过门口的摄像头 看到了女学生和她的大黑狗 大黑狗进屋之后 好奇心丝毫未见 一直趴在墙上听隔壁的动静 这引起了女学生的注意 她悄悄地来到阿坤的门口 想听听她的邻居到底在搞什么猫腻 阿坤突然打开了门 搞得女学生猝不及防 气氛非常的紧张 场面也十分尴尬 虽然女学生找了个理由 但在阿坤看来 这个理由根本就说不过去 因此趁着女学生出门 阿坤摸到了女学生的屋里 当她刚把门打开 大黑狗就窜了出去 直接跑进了她的房间 并冲着桌子上的毒品狂吠 现在可以明确了 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嫉妒圈 阿坤没有犹豫 很痛快的就把大黑狗给宰了 女学生因为在学校 跟情敌打劲被送进了派出所 小莫把妹妹弄出来之后 妹妹把自己隔壁阿坤的事 跟她说了一遍 但小莫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女学生来到家门口 发现门上的钥匙 忘在了小莫的车上 在等小莫送钥匙的时候 女学生被阿坤给绑架了 阿坤把女学生揍了一顿之后 将其靠在了卫生间的水管上 小莫上楼送钥匙 但却没有看到妹妹 她在给妹妹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电话铃声从隔壁传了过来 为了防止女学生乱叫 阿坤用保鲜膜 把女学生的脸给缠了起来 这个章节眼到这儿戛然而止 把小莫和阿坤的叫量放在了后面 接着是影片的第二章节 名叫《往事》 两名毒贩携带毒品 前往约定地点交易 在毒贩交易地点的对面 有一个牙科诊所 牙医大尼带着女儿丹丹 刚准备下班离开 缅甸毒小大突嫖 带着干儿子雷子找大尼看牙 看牙是假 他们的目的是 观察对面的交易情况 买家的身份可疑 他们准备先试在一起 派了两个手下 带着面粉去跟买家交易 如果买家没有问题 他们才会拿出真正的毒品 事实证明 他们的担心并不多余 买家是警方假扮 大突嫖的两个手下 很快就被豁住了 手下在下楼的时候 扭头朝大突嫖 和雷子所在的牙科诊所 看了一眼 这一眼刚巧被 经验丰富的警察发现了 警察的异常举动 被大突嫖察觉了 他一边让雷子 把毒品倒进马桶 一边开枪跟警方对抗 大突嫖很快被警方击毙了 雷子则带着 大尼的闺女丹丹逃走 雷子之所以带走丹丹 一是当作保护自己的人质 二是因为丹丹 看到了他的秘密 至于他为什么 没有把丹丹干掉 估计是因为 这哥们的良心 稍微密密 由于枪战发生在牙科诊所 因此赤蛙群众 大尼被警方 当作闲人带走 雷子带着丹丹回到缅甸 把情况向 大突嫖的儿子 做了汇报 原来警察假扮的买家 当初居然还是 大突嫖的儿子找了 这个败家坑爹的玩意 一看就成不了拉事 大突嫖的儿子 打算开枪打死丹丹 但是被雷子来 这时候雷子并不知道 他干爹大突嫖 已经被击毙了 雷子说 留着丹丹 到时候可以 把大突嫖给换回来 为了把自己的闺女 找回来 在警方的策划下 大尼穿着 有窃听器的皮鞋 独自抢往缅甸 进入缅甸境内之后 大尼很快就被 贩毒吉他的人抓了起来 大突嫖的儿子 威逼大尼 把自己的老爸弄回来 不然他就杀了丹丹 并且警告雷子 如果大突嫖有任何闪失 他也会把雷子给干掉 雷子发现了 大尼鞋底下的窃听器 丹丹还给大尼 原来大突嫖 让雷子销毁的毒品 全被雷子藏在了天花板上 而他的这一行为 被躲在卫生线的丹丹看到 这也是雷子 为什么要把丹丹 带走的原因之一 当从大尼嘴里 得知大突嫖已经死了之后 雷子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 已经十分不妙了 因为大突嫖的儿子 一旦得着他老爸的死讯 那么他肯定是活不成了 大尼回到牙科诊所 从天花板上取出了毒品 但他的行踪 早就被警方盯上 虽然大尼苦苦哀求 说这么做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但警察丝毫不会所动 大尼最终因为运送毒品 被派了十年徒刑 从此雷子只好 把丹丹当女儿养 但好景不长 当雷子发现大突嫖的儿子 正在打丹丹的主意之后 他顿时起了差心 把大突嫖的儿子干掉之后 雷子成了贩毒集团的老大 一时风头无量 转眼十年过去了 丹丹也出落成了一大美女 大尼出狱了 雷子带着丹丹去见大尼 大尼想带着丹丹逃离雷子 但是却被丹丹拒绝了 不管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总之丹丹已经爱上了雷子 并且正在尝试 用自己的爱心 让雷子改些回证 影片的第三章节名叫女儿 在丹丹的影响下 雷子的心渐渐被融化了 他不仅掏钱为学校盖了校舍 而且还准备金盆洗手 从此不再贩毒了 但不幸的是 校舍因为偷工减料坍塌了 砸死了八名学生 雷子亲手杀了那个 贪污了他的钱的建筑商 这件事对雷子来说 似乎是个不强的预扰 但是并没有动摇 他金盈洗手的决心 贩毒集团不贩毒了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没了收入 这些人当然不会上罢干凶 于是便把雷子和丹丹抓了起来 雷子求这帮人放过丹丹 但是丹丹却心甘情愿 和雷子死在一起 被活埋的雷子和丹丹 很快便被好心的村民救了出来 村民连夜把雷子和丹丹送出了缅甸 两人走投无路 只好去投奔丹丹的爸爸大尼 影片的第四章节叫做《往事》 一无所有的雷子为了生存 把自己以前藏的一批毒品取出来 准备出手之后跟丹丹好好过人 他找到买家正是阿坤 现在让我们重新说回 阿坤和基督警察小莫的较量 正所谓兵不厌诈 为了把阿坤引出来 小莫使出了阴谋诡计 成功地把阿坤这个冷酷的职业杀手扩住了 在小莫强大的攻势下 阿坤很快就答应合作了 警方在阿坤和雷子的街头地点布空之后 没想到雷子突然打电话来 说要改变交易地点 警方只好又在猛袖车站布空 等待雷子的出现 一切都准备救虚了 但是雷子突然再次改变了交易地点 由于交易地点在一所酒店 加上时间紧迫 搞得警方有些措手不及 小莫只好假扮成阿坤的手下 提着装前的箱子 和阿坤一起来到了交易地点 不过这一切早在雷子的预料之中 他希望小莫能放自己一马 但是小莫却用枪顶住了他的头 小莫让阿坤打开皮枪查看毒品 以便人脏俱祸 阿坤打开皮枪 看到在毒品里面夹了一把手枪 这把枪是雷子提前放进去的 目的就是给阿坤和他一个逃命的机会 阿坤把握住了机会 一枪把小莫给击毙了 当雷子提了钱准备离开的时候 有枪在手的阿坤打算来个黑之黑 让雷子把钱留下 不过这一点雷子也早就预料到 阿坤手里的那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打死阿坤之后 雷子烧了毒品 然后带着钱从容的离开 雷子提着钱来到机场 跟丹丹和大尼会合 三人准备远走高飞 可丹丹万万没想到 他老爸已经报了警 其实自己的这个下场 雷子也早就预料到 为了弘扬正能量 像他这种人物在电影结束前 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因此他在来机场前 已经把庄前的皮箱给掉了包 雷子在临死前 把一把钥匙塞到了大尼的手里 大尼拿着钥匙 来到早就荒废的牙科针所 看到满是尘土的椅子上 放着一个装前的皮箱 这是一部充满了 文艺气息的犯罪影片 无论是配乐构图还是节奏 都带有明显的科恩兄弟的烙印 非线性叙事和张回体的形式 似乎又致敬了困厅塔论提论 影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很有法 少言寡语 人狠话不多 江湖我大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毒贩必须被枪毙 没有商量的余地 金盆吸手也不行 统统全在下地狱